白内障后续追踪案例 李女士 自2015年眼睛开始出现白内障症状 视觉逐步减弱 对于周边的人物 与视线开始模糊 无法分辨 2017年 开始每天用淡姜汤 滴盐三至四次 但效果不如预期 改用农姜汤洗眼后 效果显著 白膜开始溶解脱落 处理期 白膜开始脱落 处理三个月后 只剩少许残余 我这边的眼睛更好 我的眼睛是越来越亮了 张医师讲 如果眼睛亮了要告诉他 现在我可以写字了 本来我是用那个姜汁 我就嫌那个滴很麻烦 用姜粉比较好 一天喷三次 早上一次 中午一次 晚上要睡觉一次 我是用手 沾那个姜粉 放进去眼睛 下午的时候 我整个眼睛松掉 很好很好 很舒服很舒服 前后比对 处理期 处理后 姜汤洗眼分享 建议眼睛适应后 再增加姜汤浓度 浓姜汤对症状的改善 效果较明显 感恩张医师发明原始点 让我们受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